快过年了 我们做个冷翅吐放茄 虾酒 巴适得很 麻辣入味 越吃越好吃 再给新鲜的兔子买回来 我们先把它清洗干净 再把它的内脏给它取出来 做冷翅吐的兔子不能长得太大 太大了不入味 没那么好吃 摘好的兔子 我们加入姜葱 毛毛盐来点点 胡椒粉来点 老汁来两勺 把它抓麻均匀 腌制个十几分钟 让它入一些底味 接下来我们把干辣椒来来煮一下 既然去掉灰尘 还有炒的事不糊 更出味 我们简单的放点香料 橙皮 香叶 桂皮 芭蕉 蘸奶 给它清洗一下 去掉灰尘 这个青红花椒我们一样来一把 煮好的辣椒先打起来滴干水 锅里面加入菜籽油 一定要菜籽油才香 加点大葱炸一下它非常的香 炸成这个样子把它捞起来 再把腌制好的兔子放下去 给它炒上 接下来再把香料 青红花椒倒下去 继续的翻炒 把香味炒出来 再来把干辣椒全部倒下去 这样把它翻炒均匀 把水起炒干 香味炒出来 水起炒干一些了 我们再来放入这个 做冷吃的调料 这样一包 可以炒两斤半左右的兔子 加了这个调料之后 其他什么都不用加了 它非常的香 也非常的入味 继续的翻炒 把水起炒干一些 它更香 接下来我们放点冰糖粉 它吃起更柔和 微微更好一些 蔬芝麻 那些 翻炒均匀 就可以出锅了 喜欢吃干点的 你可以海炒一下 我喜欢吃那种 不要太干的 起锅装盘 这个要放冷了之后 吃起来口感更好 所以叫冷吃腿 麻辣 鲜香 适合下酒 也适合追剧 好 接下来宝贝 这个要放则